华为NIMA4外形全曝光 极点全面屏加渐变色极深 12月14日消息 华为将于12月17日在长沙举办新闻发布会 正式推出采用号称自拍极点全屏设计的全新NIMA4手机 目前该机的相关外观和配置都得到了不少曝光 现在有随意消息 有外媒带来到所谓NIMA4的全传照 该机的详细外观一览无余 根据外媒公布的全传照显示 该机在外观与此前多次曝光基本一事 将采用号称是自拍极点全屏设计 将前置上头隐藏在屏幕之下 同时上边框和左右边框 实现了几乎相同的机窄水平 进一步提升了平占比 而在机身背部 该机采用的是类似于P20 Pro的后置三摄设计 并配有后置式指纹识别 而根据此前曝光的信息 该机背部将采用曲面玻璃 并将提供颜值极高的渐变色机身 决心该机将提供 背母白亮黑色苏音蓝 蜜语红四种渐变配色颜值极高 配置方面 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 黄云奈瓦4还有可能搭载的是与 奈瓦3一致的麒麟970处理器 并不会采用最新的麒麟980 这可能是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 不过麒麟970作为上一代的 席舰处理器性能同样不俗 此外该机将采用6.4英寸 自拍几点全身屏 辨率为2310×1080 配备6JB或8JB加64JB或128JB分数组合 配备后置指纹识别 电除量是3750环 支持9-21快充 并支持双卡双4D双浪的 电除量是3750环 支持9-21快充 拍照方面华为Nava 4将分为两个版本 其中标配版后置2000万加1600万加200万像素的三摄像头 高配版则是后置4800万像素加1600万加200万三摄像头 台湾索尼MX586承载器 前置却为2500万像素摄像头 支持AIV速每年